中华民国 国运昌龙 有些那种古老的口号 以前喊惯了之后 会觉得有点可笑 但是当大家都不再喊 这些口号的时候 又会怀念 因为真的 一个国家如果能够国运昌龙 那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都可以生活得很好吗 好来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好那今天 每个礼拜三 一周国际经济趋势 我们的老朋友丁学文 他都会把一些这个 就包括经济学人 伦敦金融时报 一些重要的一些文章 或他觉得特别值得 跟大家分享的文章 来这个报告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学文现在在线上 哈喽学文早 凤卿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你不觉得现在讲 中华民国国运昌龙 还蛮有趣的嘛 对 但是好像也显得我们老了 承认吧 对 现在年轻人 我不知道会不会讲这个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但他们现在也 有时候会喜欢复古啊 从不定听了 就觉得还蛮新� 应该是复古吧 对啊 这还蛮新鲜的 对年轻人来讲 好久没听到了 所以就觉得还蛮新鲜的 我们不要唱那个歌就好了 真的吗 应该是复古吧 对啊 这还蛮新鲜的 对年轻人来讲 好久没听到了 所以就觉得还蛮新鲜的 我们不要唱那个歌就好了 真的吗 我们有什么歌吗 我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歌啊 掌灯接参显 那不是光复歌吗 对啊 国庆日有什么歌啊 我不知道 国庆很多啊 以前要唱军歌比赛 那些歌不都是 哦 对吧 可是好像没有真的 以国庆日为 标的的歌 没有 没有吗 光复节都有 光复节有 对我知道 好了 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来来来 这一期经济学院的cover story 对 谈的是 这一期的那个封面故事还蛮特别的 你如果第一眼看过去 你会觉得好像是个 就是个蒙娜里莎 对 但是你仔细去看 然后经济学院又在里面玩了一些 所谓的P图 你比如说后面的背景是很典型的中国山水画 然后蒙娜里莎穿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个绿色的中山服 手上拿的是那个中国红的五星的折扇 然后微笑的看着你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那上面有一排大字写的是 中国对欧洲其实是有谋略的 他用一个design China's Designs on Europe 有计划或者是什么 谋略或计划 对 然后他总共花了两篇文章 在这一期的经济学院杂志里面来谈这个议题 除了封面故事 虚论第一篇第十一页之外 还有在briefing 所以大家如果看完虚论这一篇有兴趣的 你可以再去看那个briefing那篇文章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细谈的就是虚论第一篇 它的大标题就是刚才封面的那个白字 小标题写的是呢 由于中国投资的涌入欧盟 欧洲人正开始担心 那文章一开始他提到说 其实欧洲已经牢牢抓住了中国的眼眶 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呢 增长飞速 在2016年达到了360亿欧元 是前一年的两倍 中国在2017年的FDI 就是直接投资有所下降 但花在欧洲的资金比例 仍然从占整个中国的FDI的五分之一 上升到十分之一 对大部分欧洲国家而言 中国的资金我是欢迎的 但欧洲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都能够让双方变得更加富裕 无论如何 中国也在用财务实力购买所谓的政治影响力 捷克的总统叫Milos Zeman 就希望自己的国家成为中国在欧洲的航空母舰 去年希腊为了阻止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的批评 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而匈牙利和希腊也阻挠了欧盟的法庭 对于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武力扩张 面对这些行为 我们都会感觉谨慎的欧洲越来越紧张了 那不只是欧洲人 对于一些正在崛起的非民主强权的新兴国家 中国的投资也开始影响他们的外交政策 美国人越来越害怕 中国会夹在他的商业跟武力 试图分解他长久以来的同盟国关系 为所有的人好 欧洲人应该用聪明的方式接受中国的投资 但目前看来欧洲人没有那么聪明 许多中国在欧洲的规划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崛起 某些投资都是来自于私人 单纯为了寻求财务报酬 而且是无害的 并不是像想象的都有谋略 例如借由收购新科技的新创企业 像最近有一个案子 就是德国的Mittlenz的这个案子 就是经过了德国国家安全的审查 然后达成的 那中国到底和俄罗斯不一样 他们不会想到借由支持 筹外的民粹主义政党 试图推翻欧盟 他更希望欧洲保持稳定 还有对商业的开放 就像对气候变化跟贸易的态度 中国的所作所为 比川普政府显得负责任 起码他们乐于维持全球稳定 而不是三不五时的向欧洲丢一颗手榴弹 有些欧洲人把这种情况 看作是平衡不可测的 三亩大叔的一股力量 其实这是被误导的 欧洲和中国的共同利益 其实远远大于美国 许多欧洲人不喜欢白宫的药物扬威 最重要的是 中国已经利用欧盟的需要 让他能够从其中一两个 欧盟成员国中的支持 免于他对诸如人权这些指控 当然 有些欧洲人会因为这样而达成反对中国的结论 他们害怕中国的财力 有一天会瓦解他们跟美国的同盟关系 幸运的是 金进选认为那不容易发生 因为法国和英国刚刚参与了 美日在南中国海的联合军演 除非中国自己转型成为民族政体 否则欧洲应该仍然会跟他长久以来的 同盟国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欧洲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避免极端幼稚 或是充满仇恨的路径 他应该避免仿造中国采取保护主义 有人建议应该用中国对待欧洲 这些外资企业的限制 反过来对付中国企业 但金进选认为那也是一个错误做法 欧洲社会及经济体对于新的想法 及影响力的可渗透性是一个优势 但这种开放态度也可能会让欧洲陷入困境 因此政府应该按照不同的案例 分别处理不同的投资 黑山就不应该让他自己的债务堆积如山 黑山是一个共和国嘛 对对对 那匈牙利跟波兰应该好好审视 中国在他国内推动的基础建设 到底有没有价值 或是他自己有没有能力偿付 欧洲人可以更努力的让双方对话 能够互惠互利 欧洲跟中国都应该以对方希望的做法 善待对方 例如他们可以引入新的政策措施 去让谁拥有企业股权更清晰 或是怎么样处理更公平 他们也应该加码支持有关中国的研究 对中国的研究 政党学校智库以及公关公司 都应该积极要求透明度 有时候中国会借由现金 买来 而这种很粗糙而假意快乐的对话 甚至带来让对方暗自理 自我约束 举预留一首的回应 即使在注重声望的学术行为上 欧洲应该一起努力让彼此意见更加统一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单独抵御中国 但何而唯一可以让下个十年作为更大 例如欧盟可能会对有限的一种叫做QMB 就是有限制的性的多数表决之权 什么叫做有限制性的表决多数 他的权文是这个 就Qualify Majority Voting 就是说我不用全过 但是我可以设计一种设施 你譬如说我十个国家 我只要是有一些国家 譬如他有利益冲突的 我不让你参与 但是有一些可以参与 然后最后表述绝之后 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 所以不必要27个国家 因为如果去除掉欧洲 英国的话 欧盟是27个国家 不用27个国家全数通过 只要有条件的绝大多数就可以了 对他有这个意思 当然这没有办法适用所有的事情 大部分的欧元成员国 就不愿意赋予布鲁塞尔 一定的武力扩张决策 但QMB可以让中国不容易 借由煽动几个小国家 就瘫痪整个欧盟 欧盟也应该通力合作 过滤有关投资的审核 这可以让急需救援的南欧或东欧 一些已经很脆弱的国家 免于受到中国 借由投资带来的影响力 让他们有些其他更好的选项 解决眼前的问题 一个比较能够促进 欧盟内部团结的护照 也可以让欧盟走得更远 美国也有一个角色需要去扮演 理想状况下 川普应该停止把欧洲 当作只占美国的便宜的吸血鬼 反而应该助他们一臂之力 在贸易上面 欧盟绝对可以成为 美国强而有力的支持者 美国应该和欧盟密切合作 推动透明度 防止贪污腐败 及贩卖影响力的种种不当行为 这样一来 中国很难在欧盟一些小国家上 上下起手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当有关所谓的科技 还有人工智慧的标准 让中国跟美国陷入 僵持不下的僵局时 欧洲可以帮忙找出一个 中庸解决之道 当中国崛起 一个开放自由而独立的欧洲 对全球只有好处 相反的 一个被这个世界 强而有力的极权国家 弱化 而且分裂的欧洲 只会让更多问题 溢出欧洲的国界 欧洲绝不可以 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学文章学人的立场 是觉得 因为到目前为止 中欧之间的共同利益 是远大于 中美之间的利益的 或者是欧美之间的利益 所以中欧之间的 吸手合作 其实本质上 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问题是出在于 他们可能对于人权 民主 自由的价值观不同 那现在担心的是 在这些价值观的一些 重要议题上面 那中国大陆可能 借由他的财经实力 影响部分小的国家 然后让他们在 欧盟的会议当中呢 那么支持中国大陆 以至于欧盟就没有办法 一致的在这些价值观上面 展现他们的意愿 对不对 没错 所以竞选只是觉得 在这一个价值观上面 其实中国大陆 其实说穿了 就是请中国大陆 多尊重一下 欧盟这些国家 对了 他其实 他其实整篇文章 我感觉是这样 他觉得很多的投资 其实还OK的 那当然也不能否认 中国肯定有一些 外交跟政治上面的 涂抹或想法 但是欧洲本身 其实应该要 更聪明的一点点 来利用这个东西 解决他自己经济上的问题 所以他里面提了 很多很多的建议 但是标准是说 因为现在有些民粹 欧洲有些国家民粹的人 在当选总统 所以有些人就会喊说 我应该用保护主义 我应该要拒绝中国 他真正的主轴是说 他也不赞成这样 你把整个欧洲 封闭起来 他变成开放 整个没有了 其实对整个世界 是更不好 对欧洲尤其不好 好 但是他这个建议 他最大的难题就是 他一口气建议了 27个国家 是啊 永远很难 永远很难 当每一个国家都觉得 我是完全自主 然后不可以受到 别人影响的时候 那个团结合作 就变得更困难了 对 这是欧盟先天上面 不管是欧盟 或者是欧元区 当然他们的这个 参与的国家不一样 他先天上面 最大的难题就是 他不是同一个国家 对 同一个国家 有他的难题 比如说像中国大陆 13亿人口 随便几个人出去 都可能会影响 人家对于中国人的形象 问题 对不对 好 你一个大的国家 然后你要去 去把那个贫富差距 给缩小 其实都有他的难题在 可是当你是分散成 27个或者是欧元区 是17个国家的时候 要有共同意见 也变得非常的困难 这其实是现在 世界的困境 接着你这一次 要再跟我们谈的是 伦敦金融时报 有一篇社论 谈到了美国联准会 我们这边翻译成为 联准会FED 对于货币政策的态度 对 其实最今年 今年以来 其实全世界的 这个金融市场表现 不是太好 大家都在说是 地缘政治 中美贸易 其实已经很久 没有人在谈 利率 其实今年以来 利率反转 我觉得也是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这一期 《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它就写 美联储 对于未来的货币 的一个态度 它的标题下的是 美联储 对未来的货币 其实是保持 适当的谨慎 非常Cutious 那现在的 我们翻译成为 美国联准会 美国联准会 好 然后现在的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叫Paul Jay Paul Jay Paul 聪明的强调 利率要保持中立的不确定性 因为它对未来 其实是非常谨慎的 我们看看这篇社论的文章 文章开始它提到说 现在的贸易战 大幅减税 还有极大的政治不确定性 目前美国的政策 尤其是经济政策 你可以说几乎没有 法位的部分 因为每天都很精彩 但货币政策 是最接近于 你会觉得法位的 这或许是对Jay Paul 已担任八个月 联准会主席的赞美 周三几乎不出人所料 联准会 我都很不顺 FED将基准利率 上调25个基点 到2%到2.25%的区间 这是FED 自2015年开始以来 第八次上调借贷的利率 当然跟华盛顿 其他地方的 不明治政策相比 这个举动 其实不荒谬 美国经济近年来 快速增长 通货紧缩的威胁 大幅减退 然而复苏方程式中 有一个东西是missing的 是不见的 缺失的 就是实际的工资水平 是没有上升的 那考虑到经济扩张 已经这么久 这个missing 其实非常引人注目 尽管提高了利率 但FED在预测 未来加息方面 采取了相对谨慎的态度 伦敦金融时报认为 这是正确的 尽管FED在声明中 删除了保持宽 关松政策的保证 但公开市场委员会 成员的预测中值 没有改变 FED预测 今年会再加息一次 明年加息三次 2020年加息一次 之后就不再加息 有些人随后预测 利率会在2021年之后下降 投资者 此前原本预期的是 更为乐观的基调 在FED宣布 本次决定之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 不胀反跌 对周期顶部的预测 取决于对中性 长期利率水平的估计 FED对这个基准利率的预测 中值平均是3.4% 高于目前对中性利率 3%的估计 但Paul正确预测了 中性利率估值的不确定性 表示他将受到新数据的指引 鉴于自10年前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围绕这个长期利率的结构性 决定因素 特别是生产率的不确定性 这是一个明智的做法 事实上由于核心通货膨胀率 则是刚刚回到FED2%的目标附近 可以说FOMC已经对趋势产出 过于自信 当然失业率一直在迅速下降 但是经过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工资水平 在过去一年中仍然停滞 甚至下降 即使没有石油危机推高居民消费价格 并侵蚀工资的实际价值 工资依然是极为疲弱的 随着美国经济的逆风逼近 2020年的财政思维计划就会缩减 川普贸易战可能升级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FED应该谨慎的根据实际的通货膨胀力 而不是预期的通货压力来加息 投资者看上去显然是这样压住 在FED周三公布加息之后 今年以大幅走平的收益率曲线 已经进一步的趋向反转 文章最后提到 到目前为止 POWER领导下的FED 在很大层数上遵循了他的前任 杰尼耶伦 任内相同的做法 一个好的变化是 他显然更强调 对于长期中性利率的更灵活 更主动的分析 目前增长强劲 通货膨胀温和 实际工资不增不减 但随着利率上升 如果经济扩张放缓或停滞 FED需要在必要时迅速修改 他对美国经济output 产出能力的预期 并迅速扭转他的紧缩政策 所以他是肯定了 美国联准会现在的 缓步升息 或者甚至有一点点 加速升息的步调 对吧 对 但是呢 他也赞许了 联准会主席 POWER他的 谨慎态度 就是他不要把那个升息的 步调这件事情 变成理所当然 变成这个劳不可破 他用不断的话语 来让大家保持着一个 弹性的可能性 因为随时要去应付 可能的经济衰退 没错 那他里面当然也点出了 现在的经济 整个看起来好像是不错 其实里面是有些缺失的 虚啊 对 我接着要讲 但是就是好像没有任何经济学家 来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你看到美国的经济成长率 如此的强劲 然后你也看到他的失业率 都已经降到了 几乎是充分就业了 百分之三点七 这在美国的历史上 这是超过将近半世纪以来 最低的失业率了 可是工资成长很平缓 这个跟传统经济学认为 当你的失业率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一定会刺激工资成长 然后带动物价上涨 完全不一样 没有任何经济学家来回答这个问题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的事情 就你看到经济如此的繁荣 结果我的工资没有上涨 我觉得社会的动荡不安的气氛 是在酝酿中的 没错 我有点担心 我觉得贫富差距那么大这件事情 会在每一个国家埋下很深刻的种子 然后有一天它会 就是很戏剧性的爆发 你想我如果说经济上面无望的话 人们会做什么选择呢 所以这是我担忧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当然这是岔题了 因为伦敦金融时报的社论 重点其实讲联准会的态度 接着这一期经济学院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大概是 这一次有七篇 除了我们说的蜂蜜故事跟briefing之外 就占了两篇 中国板块有三篇 然后在所谓的商业板块也有一篇 亚洲板块还有一篇 所以总共七篇 我们要稍微细谈的 是商业板块第五篇 第六十二页 谈的是中国的商标权注册 它的标题写的是 中国和自己的品牌因为商标而扭打 但是有些外国企业可能会因此获取相关的利益 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这文章一开始就说 当这个粉红色的猪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小猪佩奇 现在中国蛮红的 真的 当这个粉红色的猪角色成为中国不受管理的年轻人 选择的反社会象征的时候 小猪佩奇果不其然 在今年年初成为大陆网络监管机构禁止的对象 但这个受欢迎的粉红猪 同时还是另外一个 他自己不希望被注意的对象 就是他的商标拥有者 在最近宣称 他的商标被很多希望成为竞争者 或是从中获得利益的中国的企业 注册他的商标 这个卡通角色的英国拥有者 上个月说有超过100个中国企业 注册了他的商标 有些甚至几年前就注册了 所以今天反而成为了他进不了中国的一个障碍 中国的先注册者拥有了专利法 让本地抢先注册商标的公司 可以申请禁止他真正的拥有者在中国销售 因为注册非常的便宜 有些商标蟑螂 甚至注册了上百个商标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这确实会是 中国大陆智慧财产权发展过程当中 最大的一个障碍 就是这些商标蟑螂 其实台湾有很多企业受害 对不对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哈喽 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 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 我是陈凤馨 一座国际经济趋势 在我们线上的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学文这一期经济学人 跟中国有关的内容 其实还真的蛮多的 但是因为Cover Story 它就这个序论跟Briefing 就已经去掉两篇了 所以剩下还有五篇 你刚刚谈到的这个 中国的商标权的注册 因为它是以登记制为原则 而并不是以产生的当下 就自然形成了商标的权利 所以就有很多国际上面的 其实包括台湾 知名品牌 那中国大陆他们就会抢先注册 那等到你真的原厂 要进到这个中国大陆 这个市场的时候呢 哇 我反而变成了 我反而变成没有商标权了 对 不过凤许你讲的这篇 这个事情是一个长久以来的事情 这篇文章的重点不是这个 比较有趣的是在后面的转折 那数十家外国企业因此受害 从Apple到威尔刚 甚至辉瑞药品 都没有办法在中国卖自己的东西 但现在中国的品牌开始发现 他们也成为外国厂商 商标蟑螂的对象 一个隶属于 所谓的China Trademark Association 叫CTA的委员会 调查发现 已经有超过三百家的中国品牌 被全世界的企业注册占有 而且平均都注册了四个国家以上 比如说知名的智慧型手机Vivo 就是最近在台湾很红的Vivo 它的98个品牌 就被包括美国巴西和欧盟的 53个国家都注册了 所以Vivo出不了国 它的被影响范围很大 另外一个是湖南的香烟品牌 它被注册在21个国家 包括巴拿马及印尼 它都不能进去了 这个现象并不稀奇 中国传统中药最大的品牌 同仁堂 从1980年以来 它就被人在日本 韩国美国欧洲都注册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同仁堂 不是同仁堂 那CTA发现恶意侵占中国商标 变得越来越有价值 而且有专业化 大型化的全球化的趋势发展 去年有一个案例 在广东的汕头市城海区 是中国最有名的玩具企业的聚集区 它发现自立的玩具企业 在当地注册了300个 跟他们有关的商标 最后导致中国的玩具 完全没有办法在当地上架 天津还有一个万打轮胎 它拒绝一个芬兰的经销商 卖它的轮胎 结果过了不久 发现这个经销商 在2011年 把欧盟所有万打轮胎的商标都注册了 从2014年开始 有一个在中国的食品饮料的巨头 就在英国和一个华裔英国人 打轻占商标权的官司 到现在还没有结论 就像他们的西方同业 中国企业发现 要翻转这些在海外被注册的商标 非常困难 一个代表万达的 芬兰智慧财产权的专家就说 这部分来自于 他们没有好好重视 如何证明自己的 首先使用权利 本来这个事情应该很容易 万达早在2006年 就开始在欧洲销售 但他却没有跟欧盟的智慧财产部申请 因此失去了他在欧洲市场的品牌 中国品牌在海外的弱势地位 越来越明显 在欧盟明显看得见的要素 才会被承认符合商标法律 不能单以类似你发过的音乐 或是概念来申诉 这让当地人很容易仿冒你的品牌 因为他们可以用同音 或者是发音类似 来跟当地的中国人说 我就是那个品牌 中国开始采取行动 保护自己的品牌 CTA自今年4月份以来 开始设立委员会 保护在海外的商标注册 南通开始设立相同的办公室 上海紧随其后 智慧的玩具案例 将会是第一批 由政府在2017年出面解决的案例 一个智慧财产的专家 令利志正在帮忙解决这个案子 他把它设定为一个 不寻常却影响重大的case 最后已让那个印第安人的智慧商人 同意成为当地经销商得到解决 这个案子得以如此快速解决 得益于中国政府的介入 文章最后一段提到 去年有三个中国企业 被中国政府告知 你要支付1000万人民币 给美国的协企 New Balance 因为他们仿冒了他的商标专用权 8月份乐高 成功告引一家中国企业 盗用他的彩色拼砖 而且要求支付 1500万人民币的损失 这是中国法院比较大型的 有关商标注册的判例 同一个月 两家中国企业被告知 你不能再生产有关小猪配起形象的产品 这是一个Benchmark里程碑 猪终于打败了盗用者 所以现在中国大陆 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你先登记 你就拥有商标权了 他要看的是 实质的落地日是不是 不是不是 他中国 他是说中国 我知道 我先讲的是说 在中国内部自己也出现了改变了 对不对 就不是说你已经登记了之后 你就拥有这个商标权 如果国外的企业证实说 他确实是一个国际知名的企业 那你这边的商标蟑螂就会被 在法律上面来讲 他就会被取消资格 甚至于必须要付赔偿金 对不对 这也跟中国大陆自己的品牌 现在到国际上面遇到注册蟑螂的事情 其实也有关系 因为中国大陆如果他想要支持这些企业 那么出国的话 他就必须要在他自己的国内 用同等标准 我觉得这件事是这样看 就是跟前面封面故事有异曲同工 就是前面虽然在批评说 中国利用商业的力量 在影响政治跟外交 对吧 封信可是你觉得这个东西 只有中国吗 对啦 其实全世界都这样 对 所以其实在双方政府介入之后 很多事情就会慢慢进步 对 我也觉得 其实当有国际上面的人 要去模仿中国的品牌 然后抢先登记 当年也就说明他的品牌 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了 对不对 对的 三百多个品牌 不容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中国大陆也就知道说 这件事情 我过去其实 我有点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容许我的企业去占别人的便宜 现在既然是我会被别人占便宜 那我们现在大家都要有一个共同规范了 这其实对中国大陆也好 对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件好事 对 就他真的是进入了规范中 而不再是一个丛林的一个市场了 好 这是一个好的发展 无论如何中国大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他现在终究是必须要进入更文明 更有持续 更法治 对啦 你总是开始要遵守游戏规则 对啊 我不敢讲说你会变民族 你会更人权 现在我觉得期待他变民族的声音越来越小 越来越不期待 对 但是至少要期待他 法治 我觉得法治很重要 制度很重要 对不对 好 那么另外应该是还有四篇对不对 对 我们看看能讲几篇好了 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一期杂志的是茶馆的专栏 好 我觉得蛮有内涵的一篇文章 他是在第五十六页中国板块的第三篇 他直接很多人看标题看不出他的意思 但是文章读完你就知道很有味道 他的标题写的是 在对应中国方面 美国提醒希望中国像孔夫子一样 强调诚实自白 但是经济学员认为 你要他把现在的伪善跟装模作样拿掉 你美国的伤害可能会更大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 他文章一开始就说 白宫官员对于可能跟中国陷入所谓的对抗 他感到神经紧绷 最近呢就表示 孔夫子给了他们一些idea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亚太事务部的资深主任 叫Matt Pattinger 在9月29号 在中国大使馆演讲的时候 就说了这段话 他提及孔子曾经说 伪善是很危险的 并且他要求中国要认真对待 川普想要把美中标榜为竞争对手 这个事实 因为你轻忽这样的发展会造成误判 然后他特别用中文说了孔子的名言 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 这是关键的一刻 川普的助手在这么多年后 总算说的一段话 听起来好像在欢迎中国崛起 儒家学者 其实把这个看作是 名不正的名 当作是名称的纠正 当中美关系因为贸易紧张 而陷入僵局之际 中国官员想要避免民主主义的插枪走火 他们从来没有指责川普个人 而是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 很难让人歌功颂德 在宣布对于中国出口 征税2000亿关税之后 川普最近公开承认 习近平已经不是我的朋友 但他加码说 习近平会更尊敬我 西方和中国的关系 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 伪善跟装模作样的味道 政客嘴里说着欢迎中国崛起 其实心里不知道怎么去阻止它 这些领导人希望能够有效制衡中国的崛起 甚至最好自己的国家 或这个世界能够因此受益 而中国的官员则在谈话中一再强调 和美国之间希望双赢 虽然私底下老是认为 美国在压抑他们的国家 同时 他们在公开场合 公开市场的过程 一旦西方国家指责 他们对外国企业不公 他们又回应 他们不想涉入商务的争论 模拟两可 可以涵盖许多的问题 解决许多的争论 乐观者会认为 直白是关系建立必须的 但理论上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 你美国人到底希望中国直白到什么程度 第二个 中国的外交政策真的能做到直白吗 尤其对中国人民而言 要知道中国的外交 本来就建立在伪善和装模作样的基础上 撤除它 只会让事情更难推动 美国的疑惑要先处理 在川普的团队中 像Mr.Patinger这样子鹰派 而且直来直往的官员 总是认为美国应该领导全世界 而且为这个世界制定秩序 竞争对手其实不是四个字竞争对手 四个字就这么单纯 美国其实心里面想要赢得竞争 Mr.Patinger在中国大使馆说 我们正调整和中国之间的游戏规则 假如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有礼貌的君子 在警告对手不要作弊的话 川普的直话直说更像是愤世技术 他就像是一个举办运动赛事的人 而且认为每个参加的人都要遵守一个规则 就是你绝对不要看不起我 10月1号川普说他不是怪罪中国 剥削压榨美国这么多年 他是不高兴他的前任 没有和中国的贸易中为美国争取利益 中国的对话态度恶劣 但他会等待 等到能够为美国工人摸求最大福利的一天 中国领导人明显不确定怎么应对这种威胁 他们的谨慎态度表示 他们更害怕自己的后院失控 让他们更加绑手绑脚 没有办法好好处理事情 在这里伪善跟装模作样变得很复杂 很多中国专家认为 这个国家随时处于民族主义的爆发边缘 事实状况比想象的微妙 香港大学有个郭全凯教授 还有哈佛大学的费正经研究中心的江一恩教授 他们就尝试用了一个paper去分析 到底中美之间发生事情之后 中国会怎么样 那结论是中国其实遇到事情是会退缩的 不过文章最后他提到说 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复杂关系在外交政策里面 这两个国家长久以来赖以维持的支柱 在于诚实以对 但降低中国的回旋空间 不见得最后会成为美国所希望的 川普想要的直白跟诚实 那种被认为是一种冷嘲热讽的做法 也许到最后对双方都伤害而没有好处 所以他觉得美国的直白 其实有的时候是让双方都没有回转的空间 甚至有一点粗鲁 但是呢 中国大陆如果直白的话 他可能会没有空间去应对 内部的民族主义上升之后的群众反弹 对的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今天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线上是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虽然刚刚我们前一篇介绍 经济学人的这一个茶馆专栏 我觉得他很深入的了解 中国在处理外交上面 他们的处理模式跟他们自己内部的现实 是有很大的关系 他很微妙的掌握了那一个实际面 对 其实这一次是他茶馆专栏第四天 我个人觉得 虽然他没宣布 我觉得经济学人应该是找到了一个很懂中国的编辑吧 或者作者吧 所以其实上次凤鑫你有问我说茶馆主要写什么吗 我觉得他写的是其实更深的一些观察 真的 因为我常常会觉得经济学人也好 伦敦金融时报也好 他们在评论中国大陆的事情的时候 烧不到氧醋 就是对他实际上面的社会文化的那一个土壤了解不够深 所以他们的建议或者是他们的说法常很很肤浅这样子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让我耳目一新 他才太了解了 对啊 而且你看上一期 他竟然去采访非洲人看中国 对 这个也很特别 因为其实连我都觉得蛮有趣的 哦 这真的比我想应该是说我觉得收获良多 因为会觉得说你确实是有扎根这个土地观察了之后所提出来的看法 那我们的收获就会更大 所以这个茶馆专栏可能真的找到好要来了 反正我们还在想说好好的搞个茶馆干嘛 好像慢慢也知道为什么了 哦 是是是 不过你知道吗 我们上个礼拜在讲这个茶馆专栏的时候 之后呢 呃 我们的好朋友迎乃金 他就转了一篇文章给我看这样子 就讲茶馆是如何的从谈天下事 谈政治到不要谈政治的那个过程 还蛮有意思的 那是有一篇小说这样子 好 那也有相关的一些文章啊 但重点是我想这个专栏以后 至少从我们两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越来越值得看了 对不对 是的 那中国还有这个三篇 对不对 我们大致的briefing一下 好 那其中第一篇是亚洲板块 第五十一页 它用了一个名字叫hard water 热水 来形容中美这间军舰差点相撞这个事情 那小标提起的是 南中国海越来越拥挤 其实随时可能插枪走火 那当内容其实奉行大概也很清楚 就是9月30号 有个中国军舰差点在南中国海跟美国军舰对撞 41公尺而已 对 41公尺 45码 不过这篇文章我觉得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 是最后一段 最后一段它写到 澳大利亚 英国 法国 跟日本军舰都越来越频繁在这个海域巡航 危险的插枪走火的可能性 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这个我们其实要注意 虽然最近很少谈 那另外是中国板块第一篇 第五十四页 它谈的是一个蛮特别的情况 就是刚才其实那篇文章有提到 中国的群众意外事件 为什么越来越普遍 抗议越来越多 那他们很少抗议政治 但他们是社会压力的民政 这个是中国的一个现象 那里面主要在谈什么 其实6月24号 有一个人叫卢玉宇 比较关心中国反社会运动的人 比较知道他 他在两年前失踪了 他过去其实固定的 会在中国的一些社交媒体 发布全中国所有的抗议 跟上访事件 他就做一个recker而已 记录 然后放在他的推特账号上面 那最后一条是在6月15号 2016年 从那个之后他就不见了 那整个他做这件事 做了四年了 两年前不见了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最后一段 他说基本上 中国这些抗议活动 很难形成政治运动 有些中国学者认为 这些抗议活动 可以让人民有发泄的通道 在习近平的强力统治之下 公众对政府的害怕 其实没有想象的大 只要大部分人支持 其实他目前的地位 就习近平的地位 看起来还好 但是大家要注意 如果大家的mood 他用了一个字叫mood 如果大家的心情一旦改变 中国随时其实也可能 插枪走火 这是内部的 对不对 其实我真的觉得 他那些很多抗议的是 抗议的是民生 民生议题 有很多其实都跟什么人权 什么政治 是没有关系的 其实之所以上访之后 然后会被人家给处理掉 其实说穿的就是关关相互 根本不是说真的牵涉到什么政治 最后一篇文章 我觉得我个人也蛮喜欢的 但是时间很短 其实关心财经人比较质疑到 这在中国版块第二篇 第55页 其实最近很多人都在说 中国要开始国进民退 我不知道奉献有没有听说 有而且从这个数据上面来看 真的是国进民退 对那文章内容呢 当时一开始就从习近平 最近在东北地区 曾经对某个国企的员工说 他希望国企更强大 更好 更未来更光明 那所有对国企 未来质疑的说法都是错的 这是这个开始 那9月12号 一篇建议中国私营企业 退出中国的文章 在网络流传 写的人的文章的标题是 中国私营经济已经完成了 他发展公有经济的任务 应该退场 那这篇文章很快就被删除了 作者叫吴小平 那不论如何 经济学员认为 这些事情都触及了敏感神经 习近平也许认为 他在走一条中间路线 其实全世界 包括中国都对他充满怀疑 我们这篇可以稍微细讲一点吗 其实这一篇最主要就是 反正有一天有一个人叫吴小平 他自己说他是资深金融人士 然后在微博上面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 里面就是说 其实是民营经济应该开始退场 因为他完成了对国家的阶段任务 那这个文章完了之后 大家又发现 在上个月也是9月 习近平在东北 去参观一个国企的时候 他发表了一些 就是他要支持国企 继续发扬广大的文章 然后接着就是 马云退休 对 然后很多人又说 马云的在VIE 就是国外那个架构里面 他的股权全部没有了 所以最近中国就开始在传说 其实习近平又开始要往左走了 就是要开始支持国营企业 民营企业要退场 其实这个事情闹得蛮大的 所以吴小平那篇文章 那么虽然很快的被下架了 对不对 但是吴小平可能并不是这个无地方时 他可能也观察到那个风向 有可能就是要更往共产主义方向 因为他的那个民营企业整个退 跟习近平说 你国有企业要加强 这是两种层次的话题 可是如果这两个层次变成一致的时候 那中国大陆过去这一段期间 其实经济上面的形象有很大一部分 其实我认为超过80% 都是民营企业的贡献 对但是凤鑫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节目中谈过好几次 就是我那时候跟你说BAT 其实你认真去分析他的股权 早就国营化了 有没有我们说过嘛 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 其实马云早已经慢慢在被逮论 在什么 逮论就是叫稀释 有没有 稀释掉了 对对对 就是他因为国家在最近几年 成立了很多大型的股权投资机构 然后去投资民营企业 尤其互联网 那你其实分析到最后 你股权一直往上揭露 你一定要看最后股东是谁嘛 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跟你说 其实阿里巴巴最大股东是邮储嘛 就是邮局嘛 对 所以马云的退休真的 当然到目前为止 马云的退休还是传闻很多 对不对 对 然后到底是为了什么 然后他真正的原因 真的只是想要退休而已吗 还是他真的有一些 什么样的压力 然后之后当然他的那个 实质影响力 然后这个退出这件事情 是他在美国证管会有公告的 所以看起来这个趋势 因为我之前也看到李克强 有类似的说法 我觉得这个国进民退 对中国当然不是好的 但是可能会有这个方向 大家要小心注意了 是的 好 非常谢谢我们的老朋友 丁学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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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